大家好 欢迎来到彩虹小厨 今天给大家分享南瓜发糕的做法 只要掌握这个关键点 保证做出来的发糕不塌陷不回溯 下面我们开始制作 准备一块南瓜 去皮后的重量约为250克 将它切成薄片放到锅中蒸熟 南瓜蒸熟后倒入大一点的碗中 加入两勺白糖 白糖可以根据个人口味蒸解 趁热倒成泥 稍微晾至温热后打入两个鸡蛋 搅拌均匀 加入三颗酵母 再分至加入300颗左右的面粉 搅拌成较浓稠的面糊 面糊搅拌得越干 这样蒸出来的发糕才更筋道 不容易塌陷 之后盖上保鲜膜 放到温暖的地方洗它一小时 面糊发好后用勺子搅拌一下排进空气 然后倒入到模具中 在底部铺上油纸或是刷成油防粘 之后盖上盖纸二十形八只两倍大 这个是发糕不塌陷和回缩的关键步骤 然后在表面放上些红枣或葡萄干都可以 凉水入锅 开大火水消开后蒸25分钟 再焖5分钟即可出锅 再稍微冷却一会儿就可以脱膜了 我们来切开看一下 特别的蓬松轩软而且弹性十足 喜欢的朋友先收藏起来有时间试试吧 我们明天见拜拜